啊〇〇 小哥在過戰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最近年啊第七十七屆 坎城影展在法國盛大開幕啦 那許多電影明星都會走紅毯對不對 那其中啊就有一大坨的中國網紅 跑去趁熱度去走紅毯 走紅毯沒有關係 但你停滯在紅毯上的時間啊 比國際巨星還久 其中有身穿東北大紅袍的小粉紅 被保安連續驅管了5次 造成了其他明星無法通過他走紅毯 就是非常的不方便啦 那最後中國網紅被驅趕到第6次的時候 才離開了紅毯 那這名中國網紅常常現身在歐洲各個國家 穿著中國傳統不同的服飾到處擺拍 哇對不對 中國文化 漢服自信 儒家思想 滿洲文化之類的啦 說要把中國文化輸出給全世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啊 上面寫什麼 征服世界 征服宇宙 還有啊 from China 我是從中國來的 我是中國人 我真的會笑死耶 你有看過哪個西方人穿著西裝 然後在紅毯上說 哼 我是西方人 我要征服世界 我來自西方 你們不覺得這樣有過荒唐嗎 甚至還有中國人穿玉皇大帝的衣服 走到紅毯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荒唐的影片 承成紅毯玉皇大帝都來了 照中國網友入侵喔 oh no 還有東北大化沈浮世界尺度實在太高 結果被保鏢取趕了 其實有中國的公關公司表示說 坎城銀展的價目表你只要付費的話 也可以走紅毯 開幕的紅毯跟閉幕的紅毯 走一次要價70萬元台幣 有沒有很搞笑 連中國網友都忍不住嗆 這是什麼地攤貨 怎麼一穿就降低格調變成這麼low呢 確實我們看這個衣服的質感就是很low對不對 很有中國網友嗆 你們一定要穿這些雍之俗粉 穿這些破敗的東西來代表咱們中國文化嗎 不覺得很丟臉嗎 去海外丟中國人的臉啊 這就是小粉紅說的 大國自信民族自信對吧 你民族自信穿那個大紅袍的粉紅怎麼戴給墨鏡 墨鏡是你中國媽媽的不是嗎 你要其妝衣服是你的自由 但你不要過場的霸佔紅毯 比你紅的國際巨星都沒有這樣霸佔 更很晃你 不僅如此啊 還有一個中國的未紀錄片 叫做一部未完成的電影 在砍成首映之後 引起中國網友的巨大反響 因為這部戲在拍攝 疫情這三年的生活 一部電影被停滯了 拍攝遇到什麼困難之物 遇到封城嗎 我就好奇啊 跑去中國最自由的百度平台搜了一下 我發現找不到文章啊 你們看 該文章不存在 下一個也是 該文章不存在 第三個連結也是 該文章不存在 估計應該是一開始可以存在 後來討論度越來越高 不允許被存在 不知道說這部片什麼時候會在中國正式上映 又或者是說可以在中國上映 但是刪減了各種各種的版本 美國內戰這部電影 在歐美很夯 在台灣前幾個禮拜也上映 我有去看 其中有一個台詞叫做 這個總統三連任諸如此類 但是中國的翻譯怎麼改呢 本屆總統又連任 他故意把那個三連改掉 為什麼 順上啊 怕大家覺得在諷刺順上啊 不想要勾喜大家的回憶啊 所以改掉 你看中國連字幕英文翻譯都如此懼怕 還有一個小粉紅啊 在小紅書上嗆 台灣跟日本人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今天上英文課 英國老師讓大家都選一篇關於一個國家 然後一起學英文的日本人就寫了台灣 說台灣是一個國家 等他說完 雖然我的英文不太好 我就跟他說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我不這麼認為 其實也許我不太關心政治 或者說 是不是一個國家本身這件事情 但是 我就覺得被日本人當面說 他是一個國家 我非常的不爽 可能就覺得 這個日本人 或是台灣人 沒資格吧 感覺不想去上課 因為今天整節課 都在比尷尬 都在七七七七七七 而這個粉紅啊 露身到了自由世界 卻不願意上網找一下圖片跟影片 台灣的政府機關 是否跟香港還有澳門一樣 都有母旗 五星旗在旁邊 然後省旗特別行政區旗 在旁邊 而且比他低一點 日本有沒有資格這樣說 我不清楚啦 但你中共泛紅 是沒有資格這樣說的 不然你舉個例子啊 中國共產黨 你也可以說大陸共產黨 在1921年成立至今啊 哪一秒 佔領過台灣領土 哪一任領導 踏過台灣本島 一秒 不好意思沒有 那你還扯對政治不關心 所以不要跟我扯什麼 你對政治是關不關心啊 你說了這個就是政治啊 你還氣哺哺欸 既然你不關心的話 你就閉嘴 你說這樣的話就跟 我是中立的 但是 通常會說 我是中立的 但是 這個後面的但是 就代表你本身的立場 而你用我是中立的 來掩蓋你的立場 可以有立場 但不要裝 還有一個韓國女團啊 IVE啊 最近發了新曲MV 又魯華的 其中有一幕被小粉紅指控啊 疑是在諷刺 嘲諷日軍在山西礦坑的 慘暗事件 故意傷害中華人民 中華民族的感情 自從農夫山泉水可以滷滑之後啊 全世界已經沒有任何東西 是不能滷滑了 逃不過滷滑的 誰你呢 這兩張圖 小粉紅把它併在一起 說人家 新歌MV裡面這種創作 是在諷刺我們 日本侵華事件 前幾天不是才有一個中國網紅啊 拍片嗆新加坡人 為什麼 因為這個新加坡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 否認自己是中國系統 也否認自己是所謂的華人 這個小粉紅感到破法 心裡難受啊 受傷害啊 所以法文通嗎 新加坡人特別討厭別人說他是華人 在我剛來到新加坡的時候 認為新加坡人跟咱們同出一種了 我就隨口說了一句 哎呀 咱們不都是同胞嗎 沒想到的新加坡人馬上就臉黑了 誰跟你是同胞啊 我是新加坡人 不是華人 當時給我幹一愣啊 之後我也就沒再說過 類似於風胞這樣的話 因為他們不喜歡別人叫他是華人 華裔 而是喜歡別人說他是新加坡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 可能他們已經完全失去了 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了 更旺的是誰根本到底在哪 我真的會笑死 然後底下留言區有蠻多小粉紅腔 新加坡只是中國的一個縣城而已 出兵打你比收復台灣更快 因為你這個鼻屎般的縣城 比台灣小幾百倍 算什麼個東西呢 說英文還說出了優越感 忘記自己是黃皮膚黑頭髮 黑眼睛的中國人 太棒了這個邏輯 全世界都是您的呢 最誇張的是什麼 有一個烏克蘭人 在中國的餐廳唱歌 結果出現了一個小粉紅 跑上台大鬧 嗆烏克蘭女子 哇殺人豬心啊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的 這個練習的 還是什麼 nee 還是什麼 我對 但是我的天啊 我對 你是我 然後我對 你對 你對 他對 你對 工作人!有沒有工作人幫我一下? 我忘了! 他在這按照不安全了 真的是...天啊 他就是聽不到、看不到 有沒有看到上去不給你麥克風唱歌 因為現在是人家的時間 人家是被請過來表演的 然後不給你說欺負中國人 然後還叫人家被俄羅斯打 這個畫面我在羅馬的中餐廳就看過 怎麼樣耶! 鬧事的小粉紅 總是會把中國人的身份拿出來顯擺 如果發現這個身份不好用 不管用了 就會開始call 你歧視中國人的標籤 或是call 你也是跟我一樣都中國人 你怎麼在歧視我們自己的同胞呢? 你是牧羊犬 完全沒有邏輯 用這個民族主義來掩飾自己的流氓行為 影片的最後要說到 美國微軟最近打算 前幾天不是才釋出一些預告影片嗎? 這個 CHAT GDP 4歐版本 對吧? 非常的厲害 而這些員工必須在6月7號之前 決定要不要去海外 去啊! 當然去啊! 你去了有免費的工作簽 你有工作簽就可以留在那邊 你只要在那邊表現得不錯 然後拿到一定的年份 你就可以申請永居耶 當然啦!具體看哪些國家 而且你有這個 是不是更方便中共利用你 或是脅迫你的身份 去滲透歐美國家 去滲透他們其他領域的發展 唉!去吧! 一定要去啦! 去了之後中國才能偉大復興 對吧? 去了之後你們法國大使啊 才可以在機場 抓捕反共中國人 遣返回中國 呵! 中共要有一點民族自信 最好是讓這些 去海外工作的中國人 就是 強迫他們要穿漢服 穿這個傳統服飾 最好是女生可以裹小腳 不准這些中國人啊 在美國公司 為美國工作 幫助美國AI發展 為美國保護台灣 做出這個貢獻 對吧? 這些錢啊 通通都是未來美國人 射向你們的炮彈跟子彈耶 對不對啊?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伯母小姐姐的 拜!